中国能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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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喜欢讲到比较小一点的股份 给大家研究一下 当然小一点的股份 就是风险相对高一点 所以看完 本人的分析 可以想一想 要做定好 风险本利 放好指示位 先考虑跟进 因为比较小一点的股份 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是中国能源建设 根据资料显示 是中国 甚至是全球 最大的电力综合解决 方案供应商 之后跟电力有关 简单地说 跟电力有关 那 为什么要说它呢 一方面 就是这几天 电力股比较当黄 内地的电力股 甚至香港的电力股 走势不错 跟热有关 现在很热 香港这两天热到跳舞 你看电视台的天理报告 天理先生用了 内地还死人 香港也35度 内地40度 上海40度 一百多年来最热 上海、杭州、浙江、浙江省、上海市 全都热到跳舞 江苏省、浙江省都热到跳舞 这些 其实不止 很多地方热到很重要 所以电力的需求就增加 所以最近电力股的走势 就好一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留意一下电力股 短线 投机性 玩一下 都应该有些可能性 都有机会 而 这个大的氛围 就是电力相关股份 利好 看回自己本身的股份 这个中国的能源建设 都可以的 根据资料 根据资料 息也不高 但也有两厘 两厘 很笨 但P2 五倍 如果想到投机性级 两厘 也未必需要太关注 无论如何 就是那个 古籍不算太贵 而且 你看看技术走势 这个就刚刚画了出来 就好像一个长方形的走势 当然 你说是三角形都可以 你这样画就是三角形 这一点画上去 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三角形都可以 但我觉得就当是长方形 长方形的走势 九毫六指至一个一 刚刚遮住 看不清楚 大概是一毫多指的区间 就突破了 昨天已经突破了 今天再上一棍 成交是增加的 所以换言之 其实走势是初步出现突破 不过 就刚才说了 就算你觉得 也可以想想 但是也要计算 这些数线 不要冲动 因为 你看到 他已经迫近这个重要支持位 阻力位 对不起 就是一个人意 前浪顶阻力 现在很近 这两天升了一成多 所以换言之 累積升幅成多 又迫近前浪顶阻力 估计 明天有机会 再迫近一点 就出现一个整固 等整固先 整固先想想 整固先想想 整固先回讨 接近这个 长方形的顶部 的水平才能吸收 到时 整固完之后 再冲上转 就可以突破这个位 再做高一点水平 随着其他电力股 做高一点 再升多一点 指示位 放在这些重要的平均线 已经可以了 这些平均线 大概是20天线 10天线 都是50天线 一个零半 一个零半 左右 这些水平 就作为指示位 这样去考虑操作这些部分